中国人啊有句古话叫老子英雄而好汉 但是啊在民国时区这句话却好像是笑了 那些叱咤风云的名将们很少有谁的后代啊也是名将的 比如啊被大家们吐槽的张家父子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比如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位马继元 如果论名气马继元的父亲比他更有名气 就是马不方大名鼎鼎的西北五马之一 马继元在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就是典型的官二代 年仅12岁时就被任命为上校参谋长 18岁时又被任命为少将旅长成为国民党军中最年轻的将军 马继元的飞黄腾达虽然离不开他父亲的帮忙 但是这个年轻人本身也是很有才华的 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陆军大学将官班 聪明决定又愁愁满志 再加上老爸的栽培 这样的人不上位还有谁能上位呢 在抗战时期马继元打了不少好仗 让日军谈虎色变 但他的主要战场还是在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较量 比如说彭雪峰就吃过他的大亏 一战损失了五千多人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 马继元更是成了彭德怀的劲敌 对西北野战军先后三次取得了大胜 这是西北王胡宗南都没有做到的 一度让蒋介石看到了翻盘的希望 1949年马继元被委以重任 先后任命为青海兵团总司令 又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公署副长官 及西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这一年马继元还只有28岁 然而在历史大势面前 再有所谓的将领也只能取得一时的胜利 无法改变胜利的最终天平 在决定西北命运的兰州战役中 马继元遭到了惨败 最后只得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 值得一提的是 马继元在兵败之后 将军中的所有牛马都分给了部下们 让他们回家好好种地 而且还特地叮嘱他们 在回家的路上 千万不要让牛马践踏了路边的庄稼 看来啊 马继元虽然在立场上分不清对错 但是在本性上还是不错的 算是一个好人 到了台湾后 马布芳父子没有再得到蒋介石的重用 最后只好申请派驻沙特大使 并在那里安家落户 再也没有回国 几十年后 中国驻沙特使馆举行宴会 马继元也在被邀请之列 开场时 五星红旗冉然升起 已经白发沧桑的马继元 注视着红旗热泪盈眶 最后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 远在沙特的马继元也捐了五千美元 帮助灾民渡过难关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当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 不管身在何处 心中对祖国的那份热爱 是总也散不了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